你有没有想过跳跳糖为什么会跳呢 打开一包糖果放进嘴里 就能感觉到它在舌头上噼里啪啦的乱跳 吃的多了舌头还有点疼 那么看似普通的跳跳糖 背后都隐藏着什么黑科技呢 其实跳跳糖也可以称为爆炸糖 将其放在显微镜下就可以看到 表面看似完整的糖 里面却包含了成千上万个微小气泡 试着让水接触跳跳糖 这些小气泡就被释放出来了 而这就是糖会在嘴里跳的基本原因 那么糖果里面包含的气泡是怎么产生的呢 简单来说就是在热糖浆中加入二氧化碳 其实跳跳糖的成分与普通硬糖差别并不大 都是按比例将热糖玉米糖浆和水等材料混合 然后高温加热使其变成热糖浆 这是如果将它直接冷却 普通硬糖就制作好了 所以跳跳糖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 那就是高压环境 热糖浆会被放进高压舱内 同时注入二氧化碳气体 让热糖浆与二氧化碳 在高温环境下充分混合 至此糖浆内部吸满了气泡 当糖浆冷却固化后 溶解在糖中的二氧化碳 会变回气体开始膨胀 这股强大的压力会将整块糖破裂成许多小块 也就有了我们看到的跳跳糖 糖块虽然小 但是它内部还是充满了许多未破裂的气泡 这些气泡内包含着二氧化碳气体 可别小瞧了它 把水放进跳跳糖里面 看着一个个往外泵的糖块 说它是爆炸糖 一点也不为过 所以当我们把跳跳糖放进嘴巴里后 唾液会融化包裹气泡的糖衣 里面的高压二氧化碳就会被释放出来 它产生的推力会让糖果在嘴里蹦跶 竟然发出噼里啪啦的清响 然而这种好玩的糖 在刚上市不久就迎来了毁灭式打击 有人质疑它会炸伤舌头 更有甚者还造谣 跳跳糖与可乐一起喝 会直接把胃炸穿 事实真的如此吗 将一个装有跳跳糖的气球套在可乐瓶上 可以看到当可乐与跳跳糖接触后 确实会产生密密麻麻的气泡 但气球只是变大了一点 并没有持续膨胀 这是因为跳跳糖内部只含有少量的二氧化碳 而且其产生气泡的原理是物理变化 而非酸碱中和的化学反应 就算与同样含有二氧化碳的可乐同时食用 可能会导致人体频繁打嗝 但绝对不会把胃涨破